此次的实验是利用云端系统来观察太阳能的变化 以下将展示太阳光电云端监控系统的操作 首先这套系统提供Facebook Google两种不同登录的方式 现在以Facebook登录为例 点击Facebook按钮,输入你的帐秘 即可登录云端桌面监控系统的画面 而在系统桌面上可以看到有 即时资讯图、太阳能光电图、累计发电量图、三只APP 首先点击即时资讯图可以看到 有三个不同环境资讯的图表 画面左上方的图代表环境即时的湿度 而右上方的折线图则显示过去到现在的明暗度 最后画面下方则是显示过去到现在温度的长条图 并且有不同的颜色标示 这些资料都是从监控盒子所得到的环境资讯 上传到云端资料库 且约每5秒更新一次的画面 接下来介绍的是太阳能光电图 它是从监控盒子跟Iverter连接后 并上传到云端资料库上 在经由云端APP程式将这些资料显示成电流、发电功率、电压等讯号 而累计发电量图 它则是自设电流、电压、发电功率等得到的累计发电量显示成长条图 以上则是太阳光电云端监控系统的操作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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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